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年的切到折线我们就画出来 所以这个跟这个,其实可以分两部分 所以将来我们后面会做自动画 自动画出左边的,自动画出右边的,OK,两个部分 那不过我们慢慢来,他们不就班 我们先把那个第二个图给画出来 所以第一个答案已经知道了 这看得出来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可是为什么尾巴这两年就变差了呢? 你说疫情吗? 疫情大家都在家里,你也没有往外跑 所以理论上应该,数字应该越来越少才对吧 总不会说你在家还被招小拖,这不太合理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如果想要知道哪一个区 区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除了插入这一栏,第一栏之外 我们又增加一个区跟H 这两个也是我们新增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想要知道呢 到底台北市 台北市有几区呢? 12 12区 那其实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因为数据分析表 它有关系分析得到结果了 OK,所以有些东西 里面就有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 其实差不多 我要怎么知道说哪一区 它的数量是最多的 那数量各是多少 所以做法一样,第一个一样先放在这里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对不对,你可以检查一下 原来应该不太会错,按确定 除非说你中间有给它插一个空白列 那那个就不OK了 所以你只要不要奇奇怪怪的状况 应该都还蛮正常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你就只要把区 拖拉到列 它就移除重复了 就12区 OK 就是到15,减掉3 那就刚好12区,应该没错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直接再把区怎么样 拖拉到哪里呢 拖拉区比较好 我讲过嘛 如果它是数字呢 它就加重 如果它不是数字是文字 因为区是文字嘛 所以它就帮你算什么 几个 有没有,算完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数字 最高的应该是哪一区呢 应该是这个吧 中山区吧 那其次呢 才是 40区吧 不过这样看好像很不方便 所以理论上 最好干脆帮我排顺序一下 排顺序的话呢 就在哪里呢 记得哦 在资料里面 有没有一个A到Z跟Z到A 那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请你把游标 记得放在B4储存格上方 因为你是要排这个范围的资料 我记得好像可以选起来 或者是你干脆直接游标放B4 也就是放在区的第一个位置 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按Z到A Z到A的话就是大到小 如果你要小到大 那就A到A OK我们很简单 找到什么呢 找到资料里面的Z到A 记得啊 游标先放在这里 游标放错 然后放资料 Z到A 这样子的话呢 结果 就是 如你所愿的 结果 有没有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最多失窃案件就在 中参区 其次 士林跟万华 再来就北投 就这几区 那大安区的话 其实也蛮意外的 OK 因为好像感觉 大安区应该是 这个 自然相 应该是比较好的 应该住宅区嘛 可是好像 不过是不是因为 大安区有钱人比较多 所以 当然小偷也是聪明的 他不会偷 那个比他穷的 他一定偷比他有钱 所以可能 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 这个上面看到的结果 是如此 OK好 那虽然这个数字 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问题 如果没有画个图 好像也比较没有办法 那么一目了然 所以如果你要画个图 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一样 分析 枢纽分析图 那画哪个图 会是最恰当的呢 这样子其实好像OK 只条图 可是问题 如果我想要强调的是 比例上面 哪一个区的比例最高 OK 比例的话一般是用什么 用圆形图 有没有 因为他这个就百分之一百 那其他占比各是多少 那这样 会是 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用 圆形图 那圆形图 大概有好几种 有平面的 也有立体的 也有植母图 不过啦 其实说真的 这个感觉比较花俏 好像得不到什么好处吧 从平面变立体 好像有什么 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用平面的好了 如果你习惯用立体 你要用立体 OK好 按确定 然后一样把它放在D2 到M的20好了 如果假设我希望将来就大概放这个范围 好 最后再改什么 改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各区比例图 所以这个名称我就把它改一下 各区比例图 就这样 所以我打拆一下 是 那个上面那个区间那个点啊 对 我只能刷左上跟右小 不能刷中间对 会变形 你说哪一个 我就刷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最后这个OK之后 那一样 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改成各区比例图 所以改法跟刚刚差不多 把这个改成各区比例图 一样点一下框框 这边用红色出体 18好了OK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理论上 还是需要保留 可是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 这样很不好理解 到底哪一个 是哪一区 这是哪一区 每个颜色都很近 这个跟这个好像满街 这个跟南港又很像 所以 你只能用猜的 那我是建议 如果你不喜欢用图例的话 你可以再直接上方按右键 他这边会有一个叫新增资料标签的选项 那新增资料标签的话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上这个 叫做新增资料图缩文字 他就会直接在上方 直接给你一个 你希望看到的结果 OK 资料标签 他就直接告诉你 哪一区占比多少 最后其实可以把这边 这个好像就多余了 这个要图例 所以你可以再把图例 打勾取消 这样就OK了 其他也是一样 你看需不需要这个资料标签 这个资料标签如果不希望显示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但是好像打勾取消 他的这个图说文字不见 所以你如果要的话 就按右键 新增资料标签 里面的图说文字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新增图说文字 这个功能 是在Excel的2016 我记得好像才有 16以前的没有 所以16以前只能用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像这样子 你说老师 这个不是我要的 我希望上面应该至少要有哪一区 然后哪一区的比例 这个怎么办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新版本 比较简单 我把它卡住一下 复原一下 你可以用按右键 新增图说文字 OK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你就变成只能用这一招 然后你说老师要怎么改 很简单 复杂一点 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先做图说文字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试试看 一请你在这个任何一个 那个什么数字上 点一下左键 再按右键 会显示最下方有一个选项 叫资料标签格式 OK 那格式里面的话呢 会让你选 你要在这边显示什么 我要显示的是它的 应该叫类别名称吧 打勾看 对 类别名称打勾 有没有 它的名称就上了 类别名称 那我不要数字 所以数字不要 我希望把它改成百分比 百分比出来了 可以这样 有没有看到 类别名称 跟这个什么 百分比 这两个选项 那你说老师不对 这个好像 这边是 黑色跟它的 深蓝色 尤其这里 完全看不到 所以 如果最后 比较 好的方式 就是让它 把这个资料 往外放 不要放里面 那怎么往外放 很简单 请你看下方 有个叫什么 标签的位置 它目前是自动调整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外面的话 请你选择哪一个 终点外侧 有没有发现 这样就跑到外面了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当然未来 如果你颜色没有重复的话 当然你是可以把它改成终点内侧 不过像那次好像 要不然就要改它的颜色 我觉得有点麻烦 跟外侧 这样子应该就OK了 最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叫页面 这个页面把它关掉 直接把它关闭 这样就OK了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复杂 你们假设实在做不出来 你就直接按右键 就把它直接插入这个图搜文字 就简单了 如果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所以关闭的话 这个可以关 按右键 关键在这里 资料标签格式 这个打勾这两个 这个取消 位置的话外侧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插插掉 这个图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叫各区比例图 那请各位试试看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两个图 这两个图 那还有第三个图 所以今天我们把三个图都画出来 大概应该 就会对台北市的住宅 切到治安 其实有一个 至少蛮大方向的了解 那如果你假设想要延伸的练习 在开放资料里面还有 除了住宅之外 好像还有汽车 机车 自行车 好像还有那个 欠 抢夺吧 一堆相关的 这个 这个资料 你也可以自己 在延伸性练习 或者是说你可以再去找 其他六都的县市 做同样的事情 那你当然可以做一个 比较 OK 那试一下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各区比例图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 到底台北市 这个住宅切到案件最多的 到底是哪几条路 接到 OK 那当然 因为他的那个路接到太多了 大概我记得好像数一下有五百多条 那不可能五百多条全部显示 所以理论上我们就抓那个前十名的就可以了 就是 住宅切到案件最差的前十 我们知道哪前十 试一下 试一下